近日,一本唐朝帝王群聊的书在民间热卖 老百姓每天茶余饭后的消遣 就是讨论唐朝一家人的宫廷密文 今天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书中的这些人物 哇,开国之军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怎么介绍 就比如书里有哪些皇帝啊 他们身世怎样,排行第几 排行?书里的皇帝除了李玉都不是长子 李玉就算是长子也不是嫡子 哈?中国古代不是嫡长子继位吗? 哼,我们唐朝不遵循嫡长子继位法 我们遵循的是玄武门继位法 你们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怀疑是太极宫的风水不好 这太极宫原本是隋阳帝杨广居住 他杀害兄弟,还留下师父的传闻 太宗爷爷就住在太极宫附近 说不定是被邪碎清体 所以玄武门 哼,总之我又修建了大明宫 后来儿孙们都搬过去住 也好避一避邪气 诶,所以真的有用吗? 避邪失败 诶,我终于见到女皇了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会喷泪 请问你去感业寺做了两年尼姑 告诉皇帝人害你旧情复燃 是因为你的联系方式 哦,不对,是因为你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诶,哪来的狗仔队? 拜托,我是正寝记者啦 这两位是摄影和灯光师 阿妩没空,叫别人去 那我再问你去哦 请问女皇帝人的座右鸣是什么呢? 再多嘴 我就让莱俊臣送你们三个去采访前往 女皇的座右鸣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 三人行 地有我师 唐忠忠诶,你就是六位帝皇玩吧 有人说你和你弟弟李蛋都是傀儡皇帝 可以组一个完蛋组合 你觉得怎样? 这名字不够大气 其实啊,我哥和我孙子李亨都怕老婆 我倒觉得他俩可以成立一个复仇者联盟 原地出道 什么鬼,我才不怕老婆呢 是吗?那我们前方连线一下好了 哦,他一点都不怕老婆的,优点可多了 比如呢? 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爱听我的话 记者在穿越途中 偶遇一位开朗辣妹,正在举办party 今天是我的生日,来吃蛋糕呀 哇,是杨贵妃诶,那你今年几岁?我算一下 一千三百 你傻呀 他被李龙姬刺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 哪有那么大岁数 大喜的日子,提这些伤心事做什么 那贵妃今天生日,玄宗皇帝有送上暖心的祝福吗? 当然有 我祝桓桓能够热爱生活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恭喜你,梦想成真 记者又发现了一名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子 我失态了啊 可以打个马赛克吗? 没问题 其实我不想当皇帝 我想做一个很厉害的诗人 有多厉害? 我觉得目标也别定太高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吧? 我又不是文人出身 只要能超过什么李白杜福也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超过伊森也凑合 伊森有写诗吗? 伊森就是一山啊 李一山,别名李商隐什么的 我写诗一般 但是吊打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哦,果然喝醉了呢 哎,你是记者 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我最近打算筹拍一部电影 帮我起个名字呗 那你讲什么的? 还没想好 初步定为双男主 由我偶像唐玄宗和我爷爷唐玄宗共同出演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爷爷和我偶像挺像的 他俩确实挺像的 李龙基害死发漆 李晨震杀月女 越是喜欢的女人 越要杀掉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杀过的女孩 听闻唐代宗李玉和唐文宗李昂一起出门旅行 记者最终只找到了一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子 跟大家推荐一处旅游圣地 来陕西考古博物馆吧 那里有我的穆志明 欢迎观赏 推荐别人为自己上坟 女人 你的口味不简单 什么上坟 是餐馆我给她立的穆志明 婉儿就是想让世人知道 我俩感情有多好 哦原来你就是上官婉儿啊 你和太平公主的绯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书里有说 也补充了佐证的历史资料 你自己看吧 那哪里有的卖呢 你这语音密码 敌人机来了也破不了哦 观众知道就行了